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太凉了 算了吧 不跑步了 就是刮风 空气不好 雾霾 不管什么事 反正只要找点理由 这事就做八论 就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放松 自己给自己一个下台阶 这个不好 所以呢 健身就是要坚持 我觉得就两个方法 还得这两个方法练起来用 才对身体有好处 而且还能保证你的身材 第一 就是控制饮食 第二 就是锻炼 你们说我控制饮食就能瘦 那不行 控制饮食瘦的那个方式方法不健康 所以还得吃 还不能多吃 吃完还得动 动你就得把你这些热量消耗下去吗 是吧 我曾经还真去健身房去过一段 你说去过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哎 时间不短 三年 啊 我这还真是坚持三年 一般情况下是一周去三次 就跟咱们这节目似的 要不就一三五 要不就二四六 隔一天去一次 还是准去 不单去 有的时候约个教练 你比如一买就五十堂课 啊 三十堂课 你这样有教练在那等着你 你跟教练约好了 每周一三五 是吧 你准去 你在犯懒的时候 你就能给自己一个小鞭策 什么鞭策呢 不去不行 就起码教练在那等着我呢 有一人在那等着你 那你就不好意思不去 再加上我们这个演出 基本上也都是晚上 是吧 这文艺界的人早起的少吧 我还算起的挺早的 嗯 每天早上基本上八点多钟就起了 起了跟教练约个十点到十一点的课 啊 什么事都不耽误 十一点下了课洗个澡回到家 正吃午饭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我练了三年 气泻 啊 有氧 都练 跑步机上走上半个小时 啊 把身体都弄热了 微微的有点渐汗 然后就跟教练一起 他给制定的这个训练计划 啊 练什么 今儿练哪个肌肉群 明儿练哪个肌肉块 呵 你别看没练起来 但是我现在也办个行家 哈哈 办个行家谈不上啊 反正知道点 这东西怎么练呀 怎么能够动作正确呀 咱还都能讲一番 能说一起 德文社也有练的 烧饼 烧饼练的不错 我觉得他就是有恒心 能坚持 能吃苦 能咬牙 这咬牙 呵 这可真需要 你要练到像烧饼的那个体型 那个肌肉 我觉得你真得能吃苦 能咬牙 坚持 呵 那看他练可真是苦 那个甭说让我练 让我看 我看着都咬牙 都渗到 那一练 那一滴汗 不是一身汗吗 那身上的汗都滴下来 整个的这个上衣 裤子 全都湿了 跑着跑着 跑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那个汗呢 就往下滴呀 他也跑不动 但是他跟我说过 就是在你跑不动的时候 你要是再练 再多练一会儿 就那一会儿 是最消耗你的 是最练的 是最甩指的 嗯 那是真狠 对自己真狠 我也跑过步 嗯 我还曾经 好过也有两三年 你看 那我跑步姿势不太准确 人说 姿势不对 对膝盖 有坏处 磨损半月板 所以我为了 不伤自己的身体啊 我就调整了一下步伐 还专门是我参加了一个 跑团 我们这跑团叫 Yes跑团 Yes就是那个英文 是Yes Yes跑团 这是由羽毛球 前世界冠军 叶昭影 这好朋友 他来组织的 里边有很多新朋友 老朋友啊 有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 跑一跑步 锻炼锻炼身体 所以组成这么一个跑团 挺好 啊 隔一段时间 有一次活动 出去到什么 奥森公园啊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啊 或者找一块场地 适合跑步的 专门有专业的跑步运动员 来教你姿势 然后来陪你跑步 一般情况下 我们起步是五公里 跑到五公里 才能起到一个出汗 消耗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如果你要说 我跑不到五公里 那好 没关系 你跑三公里 跑两公里 稍微走一走 走上个三五分钟 你再接着跑 反正怎么着 你也得这一次性的训练 你得到五公里 是吧 跑的也不快 慢跑 这样对这个心脏功能啊 也没有太多的负担 同时呢 又有人给你说着姿势 陪着你跑 陪着你聊天 一般在调整你的步伐 呼吸 这样呢 就减轻你的压力 要不你一人好 咬牙正眼往前跑 这又枯燥 又难受 你慢慢的这个兴趣 也就没了 所以呢 大家一起跑 就这种方式 可能更有助于 你能坚持 我在那也不错 坚持了两三年 还参加过几次活动 我觉得挺好 但后来呢 又坚持不了了 怎么呢 越练越懒 再当然有点事 你说正赶上这段时间忙了 俩三月时间不在北京 那你没办法了 参加不了训练 这一步训练了 等你再回来 哎呦 身体素质就下去了 这懒劲就上来了 老得自己找借口来 又开始 就不想去了 那时候训练坚持 呼 那时候还真行 我是起步五公里 最多能跑到十公里 跑完十公里以后 我就 当时还能走 回到家里以后 就浑身疼 疼了三四天 身上不疼了 腿也不疼了 脚踝开始疼 一直不好 后来就跑伤了 啊 那边人教练说 千哥你跑过了 这运动的事啊 这不能太猛 循序渐进 比如说 现在我兴趣来了 玩命 这不成 你一下跑这么狠 身体受不了 嗯 所以这也不能猛 啊 这运动也不能猛 所以那时候训练 我挺喜欢跑步 尤其是户外 你说我在健身房 有时候也跑步 在那跑步机上 跑也坚持过一段时间 那个太枯燥了 哎 你到户外相对就好一点 是吧 你随着你跑步的这环境往前跑 各种景色呀 草地呀 树木啊 人群啊 都在变化 啊 一切事物都在你身边都是活的 你随处可见的都是那些景色啊 同时你在有个朋友聊聊天啊 即便是一个人跑 你看这些东西 你能给你脑子带来想象的东西 所以它能有助于你这个更快的这时间过去 所以我觉得户外可能更适合我 尤其是空气 一般我要跑呢 都是夜跑 就白天这个晨跑坚持不了 尤其我们这工作兴致 每天晚上演出 有时回来很晚 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很费劲 很困难 所以一般我就夜跑 夜跑我觉得相对在于我来讲好坚持 你就是我演出回来的再晚 那十二点多钟到家 那换上衣服也可以跑嘛 家门口 马路边有那个街星公园 夜跑也是有景色呀 月光 树木 各种景观 而且夜跑的时候你还能想一些事 对自己工作呀 学习呀 朋友啊 家庭啊 孩子呀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可以利用跑步的时间来思考思考 后边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 给自己计划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 只要你脑子里边你能想点东西 眼睛里边你能看到一点东西 它都特别有助于你 尽快的度过这段时间 暂时忘掉身体上的疲劳 有助于坚持 那段时间身体是非常的健康 是爬个楼啊 走个步啊 上哪去啊 出去也不觉得累 不觉得疲劳 说起跑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但是 咱就说这跑步 跑步怎么来的 它都是强迫自己锻炼啊 除了健身啊 想健身的这些人 你说谁没事 我就跑步去 这怎么来的呢 这跑步 您瞧 我还真跟人问过 你要说中国最早的 跑步的 那就得算上这个夸父 我这一说您就得往前倒 这很早的传说 夸父竹日吗 一个叫夸父的人 追太阳吗 好了 你说这个夸父竹日 这个是传说 不是真事 他怎么能算跑步的 那个鼻祖呢 对吧 他不算 他不算也没关系 咱们再说 可能在西州 那个年代 有这么一个词 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什么叫四马 那时候这个战车呀 是用四匹马拉着的 后来这个战车的名字 就叫四马战车 这个四可不是那四匹马的 那一二三四那大写的四啊 这是加上一个马字旁 加上一个四 这四马战车 这四马战车 拉着这战车 往前跑 前面冲锋 这很有气势 在那个时候 又没有什么特别现代化的武器 装备 什么的 这四匹马拉着战车 非常有气势 碾牙一切的感觉 往前冲 但是呢 广是这战车 往前跑也不成啊 他前面万一有点障碍呀 万一有点什么 战车也就阻隔在那了 是吧 他也不能一往无前的那跑 所以还得给他配备上周边有很多的步兵来跟着这个车跑 给他扫清障碍 嗯 以便让这战车能够特别顺利的往前走 一般一批这个四马战车给配上72个步兵 在这个四马战车周围协同这个战车跑 那可就厉害了 啊 有障碍 清障碍 是吧 没障碍就得跟着这个战车跑 四匹马拉着战车 他跑的多快 那么这72个人就得跟上这个战车的速度 那就得要求跑步的这个速度了 这个厉害 所以为了鼓励这72个步兵 当时专门有这个对这种步兵的这个奖励制度 什么制度呢 每一个步兵奖励十个奴隶 和那可了不得了 奖励十个奴隶 那你就给随便安排 这干什么 那干什么 他要帮你干很多事 这个就是对步兵的奖励 每人十个啊 来鼓励你好好练跑步 然后跟着战车 这咱们现在算下来 可能就是最早利用跑步挣钱的人了 就这步兵 这是最早的记载 再往后说是汉朝 汉朝有一个官职叫五百啊 这五百是干嘛的呢 五百就是在这个有钱的人啊 官员啊出行的时候坐在那个马车 在这个马车前面给他名罗开道 啊我这说可能您就有印象 敲着一锣大老爷来了啊 闲着闪开闲着闪开闲着闪开大老爷来了 嗯 在这个马车前面开道 那你说这马他的是走啊 这人也用不了什么速度 但是你说这马车要跑起来 这个名罗开道的这位那就厉害了 他得跑得逼马快 所以这位也得单练 那后来这种人多了 你怎么练呢 由此引发另一个特别伟大的运动项目 这个叫醋聚 醋聚什么叫醋聚 有知道的朋友 就是现在说的足球啊 足球可能在咱们国家最早的起源 就来源于这个醋聚 醋就是一个竹子盘 一个将就的旧 这个在词典里来查呢 基本上就是踩踏的意思 那踩踏也对了 您想想自从那个 四马车的那个72个步兵啊 协同马车往前跑 一直到汉朝的500 在马车前面名罗开道 那不都是踩踏一切障碍物 让这个后边的车来顺利的往前走吗 那不就是踩踏的意思吗 对吧 这叫醋聚 这个醋字这么讲 所以说中国字也很有意思啊 它是一直传承下来 它是有故事的 这个是汉朝 有什么有500 啊 咱们国家有这么很多很多跑步的这个 记载 国外 国外怎么讲 国外也有啊 国外呢 要说最早的 这个记载跑步的故事 那可能就是 马拉松 马拉松一说就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咱就不在这儿细说了 古希腊波斯人 侵略雅典 在这个一个叫马拉松的海滩上进行一场战争 嗯 结果这场战争 啊 雅典人打赢了 打赢了 为了把这个战报啊 喜讯啊 赶紧这个送回古希腊城中啊 就有一位叫菲迪皮次的这么一个人 就往这个雅典城中跑 嗯 跑到那报喜 报信 嗯 很长一段路 跑到那把这个喜信告诉了国民 然后他就死了 跑死了 从这个故事这儿 最后第一届奥运会就立了这么一项长跑的项目啊 起的名字就叫马拉松 我这想外国人也是 你跑什么呀 你这赢了 你跑什么呀 就高兴高兴跑会得了 你这一直好家一直跑四十多公里送信 你要说输了啊 赶紧回去搬救兵去救命 这就马上就这个全军覆灭了 那咱跑跑是吧 你这你赢了还得把自个跑死了 你至于这样 反正我是有点想不通外国人这种思路 但是就是落下了 这可能是对外国对跑步的最早记载 马拉松 这最早的这些记载跑步的故事啊 传说呀 都不是为了健身 对吧 你看马拉松也是啊 司马战车也是 汉朝五白也是 人家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健身 所以古代人是不是没有健身的这么个意识啊 我觉得 那么 后来我也想也对 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现代化呀 一切生活的方式很原始 你说即便有钱人吧 也只能可能是个温饱 那么既然刚涂上温饱 那么吃饱喝足了 赶紧歇着呗 对吧 躺会这多好多舒服 没钱的呢 没钱的吃不饱 连吃都吃不饱 你还让他活动跑步健身 那就更甭提了 所以说有钱人没钱人 可能在那个年代都不太有健身意识 这是我这么想啊 这个就说咱们中国吧 真正我觉得有了健身意识的 可能最早的得追溯到 就得说人家华佗 就这神医啊 华佗就是为了人的健康 你别老吃饱了 呆着这不行啊 可能那时候他就能意识到这个不舒服 最起码对人身体不好 就创造了这么一个五秦系 我这一说咱国人肯定都知道啊 五秦系 就是简单的 这利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身体条件 身体素质 包括他的肌肉骨骼 适于咱们这个人种的五个动作 全球外国也有跑步健康意识吗 现在全球都推崇一个就每年的六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三 把他这个日子定为全球跑步日 那就是提高人们的运动意识 提高人们的健身意识 跑步是对人身体有好处的 又不是技巧性那么高 大家跑步活动对健康有好处 这个全球跑步日 这是现在都提倡的 是吧 其实真是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非常重要 长寿啊 最简单的 您就想吧 人在一切在 人没有 一切就都没有了 是你趁多少钱 都是零啊 你是多少位这个零前面的这个一 你要是在 后边就是大数字 你要不在了 后边全是零 是吧 所以增强自身的健康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大家多出去活动活动 我觉得春天来了 是吧 天气好了 阳光明媚 趁这个阶段只要活动活动 就必不活动强